用弧线直线镂空钢架绵密交织出现代感十足的JR西日本京都站 或者是融入地形建造出自然山谷形状的工程县图书馆 还是最著名的圆顶着晃巨弹 都是出自日本建筑大师袁广司之手 他的作品在日本获奖无数 您知道吗 其实在台湾也有一座袁广司的建筑创作 位在竹北高铁站前的这一栋商办大楼 就是日本建筑大师袁广司在台湾的首作建筑作品 商办大楼中间以内要设计 右上方融入圆弧立体形状 造就出具科技感设计感与美感的建筑物令人赞叹 袁广司今年高龄76岁了 谈到建筑他滔滔不绝 他认为建筑需要融入地方特色文化 县府也特别邀请他到新竹县演讲 分享建筑理念现场作物学习 秀建筑特地到场聆听 还与大师来场座谈 希望借重圆广司建筑新思维 应用在县府规划打造的全民运动中心等建物 新竹县可以说目前要公共建筑方面 不管是富有馆 不管是艺术馆 不管是美术馆 还有其他公共建筑物 还有多功能的TV厂等等 现在正在准备工作之中 所以我希望借重圆广司建筑师给我们的各方面的建言 邱县长特别赠送圆广司一幅台湾客家签建史华州永座留念 还聘他为荣誉献民 感谢他分享成功经验 提升新竹县的建筑水平与国际接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